大家好 我是艾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新活动 金梦大危机特殊结局 星雄铁道我点下版活动钟表小子美梦往事 已完结 活动攻略梦大作战钟表环游记金梦大危机 迷梦大冒险美梦大机密特殊结局爱汽水的钟表小子 好的这一批我们直接去做迷梦大冒险的 这一张是普通 就是经典结局 开始之后我们先选择 一个箭头 然后继续剪辑 接下来是让我们三者都达到一定的值 这个普通是特别简单的 就是经典结局特别简单 然后我们先放在这枯上面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也可以自己去做 然后放右边 左边 然后左边 右边 都可以 这一个不影响 都是多出来的 然后左边 然后 选择右边 然后左边 完成出挑战 这挑战 也比较简单 不管拿多少分 只要够2000分 基本就没问题 跑两步就够 也可以把它做完 这也多了一个发射子弹 你可以去射一下 好 完成挑战 然后给我们各加一分 然后给我们各加一分 最后成功完成任务 接着我们继续剪辑 塞着进去 继续剪辑 来到第二章 这里旁白自己过一下 结束之后开始选 一个箭头 拖进去 然后你把它们均到35就可以 然后这个箭头我们选择放在右边继续剪辑 下一处箭头 我们选择放在右边继续剪辑 下一处箭头 我们看缺什么 放在左边继续剪辑 然后下一处箭头 放在左边继续剪辑 然后下一处箭头放在左边继续剪辑 然后 按我们需要放在右边继续剪辑 这一处的话放在左边继续剪辑 好 又一处挑战 我刚才差不多 只是拐振多一些 无论打多少分都可以 完成它的 基础2000分 都给你加分的 飞翔作用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直接右上角 撤出去 瞎按就过去了 这里没有什么技巧可以 好 完成 给你加分 加分之后 我们这一幕 也程中完成了 然后点击继续剪辑 进入我们的 插路口 给你快镜 插路口的话 我们选择下方 只能先做下方这一处 也就是经典结局 然后听一会儿旁白 结束之后我们开始选 箭头上身 继续前镜 然后拖到左边 继续剪辑 右边继续剪辑 右边继续剪辑 好左边继续剪辑 左边 右边 右边 然后右边 剩下最后一幕完成 继续剪辑 接着放一块镜 继续前镜 来到最后的结局 那么我们普通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面是一些旁白 我们下一批 下一批是 它的特殊结局 下一批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 关注 第二批 第二批 即将 基级 之后 在一批 二批 二批